30系显卡的正式公布 让本周2比8的红绿阵营变得更加倾斜 老黄以加量不加价 甚至减价的操作 让大部分玩家看得是目瞪口呆 不禁感叹道 PE刀客横起心来 连自己人都傻 正当大家都在讨论老黄刀法的时候 隔壁苏妈其实已经坐在默默发力了 在游戏堡垒之夜 最近加入了一张AM主题地图中 玩家发现了AMD新卡的彩蛋 正式揭晓了AMD Radeon新卡 下面就请跟随超级合的步伐 来看看这款AMD新显卡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根据最新的爆料显示 这款AMD的光线追踪显卡 其实早已经设计完成 目前处于流水线生产阶段 除此之外 这张显卡的代号为Big Navi 源自于其内部的核心架构 将归属于Radeon RX 6000系列 对标的正是NVIDIA的30系旗舰RTX 3080 在性能方面 根据德国一实验室表示 AMD Big Navi将基于RDNA2架构 采用7纳米工艺 比上一代的RDNA提升了50%的性能 作为对比NVIDIA30系显卡 首发是8纳米工艺 后期可能会上7纳米 除此之外 将配备16GB的GDDR6X显存 TDP功耗为250W到300W 散热也将会在原有的 古风机式基础上做出较大的改变 预计将拥有80个技术单元 或者40个WGP 5120个CUDA核心 与NVIDIA不同的是 之前采用Big Navi架构的CUDA核心 在进行着色渲染时 会比采用安培架构的CUDA核心 整整快上一个周期 也就是说 安培需要两周期才能完成的渲染 Big Navi只需要一周期即可完成 但实验室也表示 在只进行光追选时 Big Navi的有效功能将会变慢 这也可能是在说明 Big Navi与安培的性能差距可能不大 但有趣的是根据爆料称 如果Big Navi显卡的功耗在275W左右 那么它的性能应该会在RTX3070 与RTX3080之间 也就是比RTX2080Ti 最多多出40%到50% 如果功耗设定在300W以上 那么它的性能可能就与RTX3080显卡一战了 但对RTX3090来说 AMD可能就没招了 1.2万元的数价是AMD没有法超越的 价格方面AMD原本定价为599美元 也就是比上一代旗舰5700XT高出150美元 可谁知道老黄不安套了出牌 硬生生把307的价格压得摸不着底 苏妈一讲哪敢卖的比你皇叔还高啊 由于这家原定的599美元降到了549美元 与RTX3080拉开了150美元的差距 国航预计时达到了5000以内 这一上市时间由于考虑到时间因素 今年上市的Big Never系列显卡主要是公版 各大厂上的非公版显卡可能赶不上首发 所以不可能与RTX307一样同步上市 想要非公版AMD显卡的你们还需要再等等 总的来说从去年开始 AMD就凭借拥有超高性价比的RX5700XT和5600XT两款显卡 给NVIDIA的2060和2070造成了不少麻烦 以至于老黄不得不推出2060Super和2070Super来加以反驳 其实就是割就菜 虽说今天老黄的307显卡性价比很高 但如果玩家口纯的AMD YES从CPU喊到了GPU 喊得够多够大声 也不见得苏妈就做不出更具性价比的RX6000系列 所以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AMD YES快喊起来呀 不然大家对于AMD首款光追显卡有何种期待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